你要看很积极很积极的 去把它那个数字提高 因为这个数字会关乎我们 能不能够达到抗疫战争 那我们有一个产品 这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多服用这个 LivePak这个最强的抗氧化剂 基础补充品 它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foundation 是什么人都需要的 之前有一个医生说 我记得我在他的那个training里面 他在讲这句话 什么人需要我们公司的LivePak 这个世界最优秀的 这个是Cardiovascular Specialist 他是心血管专家 他说在你的30以内 你碰到的人 然后呢你去试试看 在他的那个鼻子底下 拿一个手去感觉一下 他是不是有呼吸 这是他的感觉小话 他说只要他有呼吸 他都需要吃我们的LivePak 他是这样讲的 那这句话从医生的口里 Dr. Jack Pfeiffer 他说的 那让我就觉得说 哇医生都肯定 医生也认为说所有人都需要 那这话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这产品有什么怀疑的 不要怀疑 那这是我们我所认识的如新 1992年那一个产品 叫LivePak的上市 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抗氧化剂产品 一直到今天 他的地位还是在那里 全世界最完整的抗氧化剂产品 他不但抗氧化 他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处 但是我看中的就是 抗氧化的过程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抗衰老 抗心血管疾病 抗癌症 那衰老 心血管疾病跟癌症 都是我怕的 老师跟大家承认 OK 我跟大家confess说 其实我要 我做这个事业最大的动机 就是我怕老又怕死 那当我知道说 哇 我还可以有一个 就是延缓老化的一个 一个choice的时候 我有个选择可以 我延缓老化 那我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在如新的事业里面 能够成功 就是我得到最大的奖赏 就是我老的比别人慢 慢很多 不是慢一点点 如果真是这个抗氧化剂 这一套理论 因为我是一个叫做 什么东西都要升纤士卒 你要说你是好领袖 你就要走在你的大部队的前面 所以我是第一个用产品 第一个了解产品 第一个去把产品搞清楚 要怎么跟人讲 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告诉 效益 我的经营者 我的消费者 全部都明白 什么叫做抗氧化剂 1992年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抗氧化剂是干什么 我就花很多力气 花很多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精神 去图书馆里面找资料各种各样 那个年代是没有没有Google的 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 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 书本的知识是来自于图书馆 我不用去买很多很多的书 我在图书馆里面看就行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 这个事情呢是要从我们的这个曾润海博士 Dr. Joe Chan 他的发想开始的 就是如心公司不断的探讨 有什么办法是有什么是可以使我们更年轻 这个这个话题 这个这个这个疑团 他他会不断的不断的去挖掘 直到我们找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我们找到一个答案为止 这就是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加入了如心公司 你首先能够获得的最大的一个 一个好处就是健康 人人都说嘛 健康就是一 后面所有的一切 你所做的努力就是后面添加的无数的零 如果你没有健康 就是一切的零就是零 但是你有了那个你自己的健康 你所有的努力 你所有的堆叠就有意义了 我们看一下在科技片里面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要今天Philip老师交代我 教我要cover的这个话题 我为什么要从直接class到我们的这个抗衰老科技产品呢 是因为我要把我们最新的 我们最最最最那个跟得上时代 我刚刚讲的评估在科技性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看到说 原来我们在科技上是多么的领先 多么的有成就 那我们超过30年以上的患衰老基因表达跟营养研究 超过30年以上 大家看到我前面讲说我们跑在那个时间的前面 我们跑跑在潮流的前面 如新公司在前面非常奋力的在前面超前 然后呢 在那里我们等时间上来追赶我们 那超过30年的衰老基因表达跟营养研究 这个如果你不是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特别有兴趣的人 你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点天书一般的难度 那我告诉大家 那用我非常大家能听懂的语言 经过了20年 这是2003年的时候 人类有一个伟大的一个集体努力的出来的一个成果 就是人类基因被解码了 它是在全世界20个以上的实验室 数百名科学家的参与 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参与了以后 他们通过了20年时间 把我们的基因去来解码了 那2003年解码的时候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度啊 那一年我们开始所有的研究 就从我们的重心过去的那种random 就是盲目的去寻找什么解药啦 什么什么改善身体健康的办法啦 解决疾病的问题啊等等的 我们开始有一个有个标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基因上面去找寻答案 那大家对于基因能够有什么作用呢 我要跟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啊 这个科普这句话给大家以后要记得 就是我们解码人类基因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有人类有25000个到3万个基因 那这个是大概有30亿个DNA的基检 对组成的 这个这个状据告诉我们说 加记得这句话 不同的人群基因序列比呢 是百分之大于百分之九十九是相同的 你看看这个图画的左边 是不是不同人种啊 黑人白人也有也有黄种人 我们亚洲人等等的 是不是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差异性 但是呢 居然我们之间的基因是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一样的 相同的 那么这个相同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等一下呢 就会知道有意义了啊 那基因是做什么用的呢 基因就是在排列在染色体上面 它给到我们 它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发出命令 看到基因这里啊 做人体生理功能的命令发出来 所有的生理活动 所有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你的基因在发命令告诉你的 这个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得读 读这个遗传我们生物学里面讲到 遗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啊 那我们的HR抗衰老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那个基因的作用呢 是是把DNA所发出来的命令 通过一个叫做基因表达的一个性死基因 叫做RNA Messenger 它是一个Messenger 大家现在都经过了COVID的教育跟洗礼 我们知道这个他们是这个一种病毒 它是进入到我们的染色体里面 这个病毒进入染色体就去像肠道一样 就是去去绑架了我们的DNA 然后命令这个DNA来去生产 它所它的这个染色体 它形成的染色体 它就会制造就是发出命令 然后呢去绑架了以后 就来制造它的染色体 就是它复制这个病毒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有两种病毒疫苗 都是RNA疫苗 有没有 现在的Pfizer疫苗 整天都被这个教育 MRNA Messenger RNA疫苗 新冠病毒的疫苗 Pfizer 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Moderna疫苗 它就是什么 RNA是管 管那个基因表达力 基因表达来要发出命令的 那基因表达发命令以后呢 出去送出来的命令呢 就可以去产生 叫做不同的蛋白质 因为我们的表达力 基因表达力 是随着环境不一样 而去出现不同的表达 你等会我们来讲啊 这是什么表达 所谓的这个蛋白质呢 就是出现我们要的这个生理活动 刚刚有提到的嘛 我们来看看 就是因为这个的完整呢 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个认识认知啊 我们的伟大的曾润海博士 你是马来西亚人哦 是的 曾润海博士有这样子的发想以后呢 他就把我们的老化的问题 老化的根源 就是归找到了他的源头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基因上面 而这一系列的H-Lock系列产品 他所要做的工作 就全部都能够去 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去产生功效了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把根源找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会能够有能力去把 他的表达力逆转到年轻的状态 使他产生出来 跟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那种 蛋白质生成 然后所有的生理活动 一切都趋向年轻化 那不管当我们老化了以后 健康开始发生恶化了 或者是我们的外表出现 那个老化的迹象的时候 这时候都因为这个基因表达力的 一个correction被纠正了以后呢 这些就变成完全没有 完全不发生了 那我们就开始逆临咯 这样子的理想化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 我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读心公司 目前它是结合营养学 我们华貌产品结合营养学 抗氧化科学跟基因表达科学 这三个的一个帮助 大家要记得 营养学抗衰老跟基因表达 那大家看到我们产品的时候 很容易区分出来 任何产品上面灌有H-lock 只要它叫H-lock 它就是有什么基因表达的作用在里面 那基因表达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要从基因晶片上面 去做一个confirmation 去证实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特制一些那个基因晶片 因为这个基因晶片是根据 我们已知的哪些基因 来特制出来的 Gymchips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生产出来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的target的基因是哪些基因 好 我们你知道身体里面有25000个到30000个基因 哪知道是要 是我们所需要的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基因表达图谱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H-lock科技呢 它就是从这个知道哪一些基因 是跟我们的老化有关系 为什么老说老化呢 因为老跟青春是两个相对的词 同样的基因在管同样的这个基因蛋白表达 但是呢 差别就是 等我们老的时候 那个基因本身没有变 但是它的表达力变了 表达力会变的原因就是 这么多年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或者是这个饮食的状态了 或者是我们吃药或不吃药 大家知道抽烟的人一定没有 不抽烟的人那么健康 是不是 那既然如此 它们基因的表达是不是有差别 的确是 那我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了解抽烟的人 他们是哪些基因出问题了 那我们可以重设 那个已经没办法表现年轻的 健康的这种基因呢 我能不能够有办法去把它重设 回来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独有的配方了 怎么叫哪里来的独有配方呢 因为Faminex的这个 在跟被并入到如心公司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如心公司合并了 Faminex公司 它带来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联姻 大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嫁入到别人家的人会带来一些什么 嫁妆 Faminex带来的嫁妆 就是很宝贵的 所有有关于叫做天然 天然成分的这个资料库 天然成分是什么 植物 我们所用的那些中朝药的药材 这些资料库 哪里来的 张涅茨博士在墨沙东药厂的工作的时候 他经过了十几年累积出来的一些 这个资源本来是在墨沙东药厂 他所做的 只不过这个过程 十几年的人力物力时间都花下去了 结果墨沙东药厂 对这个数据得到的智慧 一点都没有觉得价值 因为他们是只能够知道 而却无法使用上的知识 没有办法专利 因为这些天然的东西 天然的材料 所得到的这些知识 是没有人类的智慧 可以去专利他的 因为不属于人类智慧的 这些天然他就是 本来世界上就有的 所以墨沙东发现 他不能够取得专利 就从此他就没有兴趣 去再往下发展 张涅茨就是因为这样 他觉得可惜 那他也不愿意这样子的时间 花下去完全没有价值 因此他成立了Farminex公司 但是他的Farminex公司 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讲一个两个小时的课 然后呢就说 这可惜了 都没有人知道 我来成立公司 我觉得这公司会有价值 会有意义的 这个最炒畅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看到了 赵涅茨博士的传承到 曾润海博士的时候 曾润海博士把它发扬光大 它出现了这个H-Lock的这个发想 H-Lock这个名字就是索灵 索灵大家看到这个记号 这个双环把它扣住的这个记号 以后你只要看到H-Lock 你就知道这个产品里面 它是有H-Lock作用的 它是作用在基因上的 那我们知道怎么得知 有跟哪些基因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H-Lock找到了一个 独家合作伙伴的 LifeGen Technology公司 是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 遗传医学的教授 两位教授 魏德里博士跟彭乐陶博士 这两个博士 他们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 去收集一个巨大的一个资料 资料就是印度恒河猴 这个Bresus monkey 他们叫同卵双胞胎的 这个印度恒河猴 他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 那大家看这两恒河猴 是同样的这个基因的 看得出来吗 基因一样但是表达力不一样 有一只表达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一只比较老 大家可不可以 这个新朋友可以告诉我 老的那个那只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他发生了不幸吗 那告诉大家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幸 就是他的不幸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吃了很好 给他一辈子从小到出生到 到一直完成这个实验的一个过程 这个猴的一辈子啊 每天都是吃到饱 然后呢 这只呢 看起来年轻 那他又是做对什么事 那么他每天就吃七分饱 每餐七分饱 这个 这个字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呢 他追踪 他们追踪了三十多年 他 他不是说 我 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你天天吃 整天都去湖吃海吃 你就 你就会老得快一点 他才不是这么做 他们要的是找到 当你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的基因 哪些基因出现了变化 是哪些基因管哪些变化的 那 这样子呢 这个有趣的实验 对 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觉得有趣吧 对吧 可是对这个医生来 这三个科学家来讲 我觉得一点都没去 因为 我懂 天天都做这个 重复的 这个一模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是枯燥无比 而且还做了三十年 我会离开Merc 就是因为 我每天都做很枯燥 很无意义 很无聊的事情 做到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 还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不如死了算 所以我才来把工作辞掉 来做Newskin的 好 那 H-Lock是这样子 首先要有知道哪些基因 对吧 当我们知道是哪些基因 有这三十年的独家的 这个研究以后呢 那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技术 我们 因为我们去像 H-Lock这样子的技术 申请专利 没错 这个 哪个成分 我们是不能专利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技术专利 就是我想要常 万万没想到啊 这是张念茨博士的一些 还有我们 我们 我们Newskin 是很特别的公司 我们always有一个独特的颠覆性的思想 那我们从辨识锁定重设基因群组以后 我们就去诞生卓越的产品 我为什么要讲它是卓越的产品 因为这世界上还没有产品是锁定每一个基因去产生效果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师 为什么每一个基因产生效果又怎么样呢 我跟大家分享哈 基因产生作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快 快 很 准 一个基因管一个生理活动 我刚刚有讲 一个基因管一个 如果我就针对这一个基因 我得到的是不是那一个生理活动的结果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事情 全世界所有的人类 99%的基因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产品管这个基因 可是这个人身上也有这个基因 那个人身上也有这个基因 我们大家都一样 那就是说我只要这个产品用的用上了 它就在我身体里面发生那个基因的这个表达力的这个功效 是所有人都有的 所有人都有效果的 而这个效果是会落空的 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爱这个产品的原因 那这个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这个技术 是不是有一些能够申请到专利咯 有 跟你讲我们别的不能 我们有这个独有的专利 那我们说 独特性里面有讲 这是别人 我们有别人没有 别人没有 我们才有那个市场竞争力 可以看看 这大概是怎么样去找这些配方配出来的呢 我们从年轻的一个基因表达是这个样子的话 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的基因表达就变成这样子的图画 最左边的这两个一个红绿之间的一个这个热图 就是它的那个active或者是inactive的这个heat map 热图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搭配一些天然成分的时候 我遇到配方4的时候会把这个衰老的基因表达呢 从这个状态把它逆转到跟这个年轻的时候表达特别接近 因为这五个配方里面只有这个第四是最接近的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很简单的一个筛检过程 而且呢 这个利害是在哪里呢 这个筛检是 是很容易就去 就去在身上去出现同样的结果的 因为是根据基因来做的 所以好多人问我做药的人 他们最爱问一句话 请问你这个产品的基转是什么 我说对不起他没有基转 他就是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给到的这个给到的deliver的效果是百分百 没有基转别问我基转 那人家说哇这种approach真的是很颠覆很新鲜 对没错 如果不是很颠覆的话 我们这公司也就不叫farminex公司了 好这个第四的成分呢 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呢 是我们的那个R平方产品呢 这就是刚刚那个HIMET出来的啊 那我们出现年轻的一个结果呢 从基因到细胞啊 是怎么来的呢 YGC Youth Gen Cluster 很多个基因在一起 哪些基因我们全部把它归纳在一起以后 就表现一个要一个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表现 然后我们就会产生出来在细胞里面出现这个结果 最后我们整个人就出现一个年轻的一个表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这一个产品呢 它出现的一个表现是作用在哪里呢 这R平方产品它的作用是在我们的立腺体 立腺体是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说的 但是呢我们在国内我们就要线立体 你看看ATP ATP是什么玩意儿 是就是产生能量的 能量转移的时候 我们细胞要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能量 每天每天每天 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在消耗很大的能量 哇我以为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在需要能量 我没想到 对你知不知道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心脏还是要跳动吧 对 然后呢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身体在进行很大的那个生理活动 所有的生理活动 所有的新陈代谢都在你睡觉的时候完成 新陈代谢就是 什么杀死旧细胞 增加新细胞 制造新细胞 OK 代谢嘛 就是叫做 就是用新的来取代旧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产生能量是在我们的立腺体上面 现立体是在哪个位置 在我们细胞的哪一个位置呢 它是在细胞质里面 它的存在不是在细胞核里面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人体的基因呢 是在细胞核里面的 遗传基因在细胞核里 那现立体的也是有基因的 可它不存在在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它居然是在细胞质里面 而它的功能是产生能量 它产生的能量会有两 我们的阿平方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白天产生能量的 跟晚上去做进化的 进化的 这是我 我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如心公司 每次都给我们一些 给我一些叫做 谜题给我去来探讨 当我们出了阿平方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个产品作用在线立体上 我觉得有一点点意思 我说这么多的这个 我们人一个老化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这么多 这么复杂 为什么如心公司发展一个 第一个这个抗衰老的产品 居然是要作用在我们的线立体上面 让我们产生能量呢 这背后必定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如心公司的科学家的智慧 他们所理解的 我不理解 我要来了解一下 就找找找找找 在原来2004年瑞典的科学家 他们就做了一个证明 是线立体老化会造成提早老化跟死亡 这是什么 这个是puzzle 就是困扰科学界 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 一个一个叫做 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特别有意思 很早的时候 他们就很多科学家就说 人老的时候线立体就逐步变化了 这个老化的线立体没办法产生能量 所以人就老 可是有另外一派学者就说不对 是因为这个线立体先老了 人才老的 那到底是哪个先老啊 就跟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是一个问题吧 但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2004年的瑞典科学家呢 就去人为的去干预一群那个小鼠 那么你看这个小鼠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normal的正常的小鼠 另外一种叫做mutated小鼠 mutated就是基因突变的 基因突变这个小鼠呢 刻意的用人为的方式去干扰它的线立体 破坏它的那个线立体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dysfunction的线立体 结果呢 追踪他们的那个整个生命过程里面就发现啊 这一组小鼠红色的 是代表这一类的mutated mice 你会发现当它第20个20周开始的时候 它的生育力就下降了 那小老鼠很会生的 它们一下就生一大窝 而且很没多少 刚刚出生没多久之后就开始能够不断的繁殖了 我以前在实验室里面都有好多这种经验的 它生产的速度之快 然后呢 25周的时候它的红血球浓度减少 第40周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们的鼓励度下降了 就变成那个bondensity decline 而且呢开始出现叫做正常 它们的死亡 它们死亡发生就是从第40周开始出现死亡 你看到这个curve它往下降 就是它们的数量 这小老鼠数量 小鼠的数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第60周的时候 所有的小鼠就已经全部死亡了 第48周的时候 就是出现一个median lifespan 就是一半 已经死一半了 而且呢到了一半的时候 它的死亡就开始加速 然后就直线下滑 成那个断癌式的下滑 结论 得到的结论 是因为线粒体现出问题以后才老化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实验有意思吧 我觉得好好玩 那就是我们公司的公司的那个产品告诉我们说 先给你们一个这个阿平方吧 阿平方这个产品吃了以后 你就会 会有能量 我们都不懂 能量又怎样 能量就会帮助我们年轻 是吗 心脏会比较年轻 肌肉会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有力量去做我们老化了以后 肌肉无法发挥的功能 那我们就来看 到了这个mitochondria decline 随着年龄会越来越差 61岁的人到18岁到39岁的 你的这个线粒体的数量是这么多的话 那线粒体的activity 它的活动力是在这里的话 到了61岁84岁的时候 它已经消减掉了40% 它的activity消掉了 少掉了40% 然后呢 就是最后呢 我们就要出现一个 这两个这个叫做 向下螺旋式的沉沦的健康状态 就是螺旋式的这个向下沉沦的健康状态呢 是我们人老了以后 大家都会很很有老人很有体会的 他们是哎呀从哪一年开始 我的健康就一路下滑了 就一蹶不振了等等的 那个那个之前都还还好的 还好好的 忽然之下就这样发生了 不是不是这个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的 所有的老发现象 我的人就忽然老了 这个我们真感恩 鲁星公司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跟我先生70岁了 那我先生76岁 我们没有这感觉 真的 真的是 我们太太幸运了 就是鲁星公司能够给到我们 我们在什么时候呢 开始就已经吃了阿平方产品了 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吃了阿平方的那个白天产品 叫Vitality 我们就开始吃了 公司有什么产品 我们就吃什么产品 因为都是对我们好的 都是对我们有健康有益的 特别是他要有H-Lock在上面 H-Lock就是让我们 不但是停止老化 是什么 他有逆转老化的功能呢 因为他可以逆转这个向下的纯轮 他逆转的意思是什么 就开始这么向上提升了 螺旋式的向上提升 那这么螺旋上去 因为我们每天服用两次的 白天的晚上的 白天我们服用 就是阿平方的白天 就增加我们能量是 Physical Mental Sexual Vitality 大家都知道 体力 Mental 脑力 还有性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提升 那 性活力白天干嘛要提升 不知道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行 细胞内的清 排毒跟进化 晚上进化 为什么这要到晚上进化呢 因为身体是在晚上 身体时钟是在晚上进行这个 这个排毒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原来人的生理时钟 几点钟做什么事 几点钟做什么 都是很关键的 阿平方这个产品 他自从他launch以后 推出来已经太多人受贵了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 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这是阿平方第一个产品 第二个 我们的那个H-Lock产品 大家都知道是TR90 赫赫有名的TR90产品 99%的人 每一个人的基因都一样 所以你的身上也该出现这样子的效果 大家为了这样子的承诺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有信心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H-Lock的launch 给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就是H-Lock Youth 青春防御机制的产品 那我们看一下H-Lock Youth 它给到什么 如新公司给我们产品的时候 都是让我们很大的惊喜 这一个惊喜是说 你会开始得到一个更完整 更革命性 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年轻状态 它唤醒所有的青春防御机制 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所有的青春防御机制 我们如新公司正是一个首款 通过细胞保护帮助全身器官 它会是出现年轻状态的一个简直就是梦想成真的产品 然后它是怎么去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特殊的系统 叫做青春防御机制的这个系统 H-Body Protection Mechanism 青春防御机制 大家记得 然后呢我们还有个系统性的青春防御机制 那我们的基因表达力在这个 在这一层面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通过这一环又一环的 去达到我们要的年轻 我们人老啊 根据这个图画 它我们人老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最重要是说 我们有内在的老化伤害 遗传压力毒素 体内制造的很多的垃圾 然后呢 细胞代谢 还有很多累积的损坏 包括还有来自于外来的 什么阳光啦 污染啦 烟啦 毒素啦 焦虑啊 压力啊 这些这两大因素 使我们的这个基因表达力呢 表达不出来我们想要的表达 这个防御机制 本来是要做这个防御的 所有的这个老化现象发生的时候 这个防御机制要被启动 然后马上进行对抗 可是由于这些因素 大家都知道 一个讯息传递的时候 它这个传递的过程路线 一定要很通畅 这个路线不通畅的时候 这个讯息就传不出去 基因表达 所谓的基因表达 就是基因发出命令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 Messenger RNA 就是RNA要拿到这个讯息 去制造蛋白质 我们叫做基因表达 可是今天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 这个基因命令它发了 可是出不去 这就是我们会出现老化的问题 最简单的来讲 跟大家来表达一下 那我们就通过产品的正向调整 使这个基因表达能够传得出去 不但能传出去 更令人感动的是 它能够出现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来筛检 最后我们去制定出来一个我们所要的表达力 看一下 青春防御机制 请大家看 什么叫机制 抗氧化防御保护机制 排毒压力反应机制 DNA保护修复机制 然后呢 组织更新机制 代谢调节机制 调节细胞因子反应机制 好笑 前几天看到一个讯息说 为什么COVID的时候 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重症的人 他们之间 他们突然发生一个叫做 叫做 什么免疫因子的风暴 这风暴一发生的时候 就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瘫痪掉 都受到攻击 然后这个造成这个病人的死亡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叫做 出问题是出在这里 叫做免疫细胞的细胞因子 反应机制出问题了 不健康了 他发出来的命令 拿错了 好 那么看一下啊 具体化来跟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六大机制之后呢 我们所根据这个基因的表达 我们知道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哪些系统 大家不要忘记 我刚给你们看到的 第一个环 第二个环的那个 那个图画图片嘛 那系统里面有 有哪些系统 哪些系统 大家可以看得到以后 我一会儿来 跟大家来从下一个图里面看到 就是这个立体图来看啊 这个叫做心血管系统 老化了以后 咱们心血管系统 是不是开始老化了 问题出在哪里 这六大机制都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心血管 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 第二个呢 就是大脑跟中枢神经系统 大脑跟神经系统 第三个是我们的呼吸系统 包括我们的肺气管 呼吸道等等出问题 老人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包括我们的肝脏 包括我们的胃跟肠道 大肠小肠等等 出问题也是一样 六大机制出了问题 六大反应机制出问题 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关节出问题 我们的免疫系统出问题 大家可以看老化了 是不是这些问题都会发生 一个人老了真是没有意思 会觉得说到处都不对了 这是我父母亲那一代的人 我们的上一辈 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告诉你 我这里也不行 那里也不行 但是呢我们H-Lock是说 建构多方位 立体的抗衰老系统 但是我说 我刚刚有讲说老人 老人很有意思 老人觉得他们老是理所当然 你叫他们说 你想不想要年轻化 他们告诉你 他们不想 他们想死 你们听说过 他们说活着也没意思了 来看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脑老了 他说活着没意思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也听不清楚了 我什么 我脑子也不行 我现在记忆力很差 大家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六大机制 统统不work 在他的大脑里面 本来就是该做的这些事情 六大机制用颜色来代表一个点 代表一个活动的话 我会发现原来你的大脑在进行 在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大脑的时候 这他的彼此都在无时时刻刻的保护你的大脑 维持在一个年轻健康的状态 但是出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当时我们有了这个H-Lock 这个青春这个产品不用了以后 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什么样的功效呢 就是产生健康的脑部结构跟功能 产生提高认知和记忆力 第三个提高提升幸福感跟心理健康 幸福感很重要 老人家老人家特别没有幸福感 还会有那种不安跟不安全感跟恐惧 老人家如果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 真是全家人都很都很担忧的事情 那如果老人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昨天我们看到是Philip的妈妈 老人特别有幸福感 当然有个孝顺儿子我也这么幸福了 但是呢不是的 老人在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在孝顺儿子说妈你一定要吃这个H-Lock 这个产品好 这个产品真的会能够让你健康起来 年轻起来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效果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对你老化的身体有帮助 真的 我们自己都有这感觉 因为我们也老了 好 然后有效的青春防御精致来调节身体 每一个年轻的内在潜能呢 让基因表达能够产生最优化的表现 我们身上原来那个六大机制在不同的器官跟系统里面 它cover在我们的身上是有2000多个基因 难怪这个产品它那么有效 为什么 当2000多个位置都在同时起作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然后我们来分析好 然后但是呢 什么什么样子的产品啊 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啊 这药一定好厉害啊 我当然告诉大家 它不是药 它是食物来的 来看看怎么做这个东西啊 这个连不起的一个产品 这个成分有一个成分library 这是我们环冒公司提供的智慧 有一个伟大的叫做ingredient library 这个ingredient library呢 是在这里 这个叫做基因晶片 在这里 我们要的基因 是在这个晶片上面通通记载的 2000多个啊 然后呢 通过这个library的这个selection 然后呢 过得了这个 在基因晶片上面表达能够产生效果的 最后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可能我们就是要组合某种 某些产品的成分 某些这个ingredient library里面的 certain ingredients 然后combine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这个基因晶片就可以出现效果 那by the way 这个基因晶片的筛检 不是我们公司自己in-house做的 通常都是委托一个第三者 这个fair party帮我们做的时候呢 会更公正 更那个叫做 更能够出现一个正确的一个 我们没有bias的 没有那个就是偏心的那种选择性的想法 因为我以前在墨沙东药厂做的工作 其实就是做selection screening 所以我screen了多少的那个 我们公司 我们的法冒公司的这些天然保健品的成分 那screen against什么东西 against我们要的那个 我以前的那个实验室做的是那个寄生虫嘛 咱们就screen寄生虫的那个效果 可不可以杀死寄生虫 寄生虫是很难杀死的 因为它很大 不像细菌 跟病毒 病毒很难杀死是因为它很小 寄生虫很难杀死是因为它很大 你看这两样东西都难杀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青春 我们的age la use 产品 age la use 它就提供身体 在我们最健康的时候的这种饮食 我们也没办法摄取到的这个营养 这些营养是来自于 不是盲目选来的 它是来自于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知道它们出名的是 是制造那个人类的 叫做长寿民族嘛 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系列产品 Nutrisential这个产品 皮肤保养品 那个皮肤保养品的原料来自于哪里 全世界生产美女的地方 这是美女国度 我们这个叫做长寿国度 长寿民族 他们的每天吃什么东西 我们国内有一些人 就知道哪个地方有那个 广西什么什么 把马村 他们的那个地方 当地的那个水里面 不晓得有什么特殊成分 我们要当地的人喝了这些水以后 就年轻了 你知道很多人不远千里的 去这个地方 开着车子去拿这个地方的水 后来发现都是骗人的 他们他们制造很多假人类出来 可是可是大家也就信了 也就觉得说 我们也只要喝到这个水 我们就好了 那我告诉大家 这些地方都是 很多时候是我们极难去到的地方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 他们吃的东西 不是我们平常的饮食习惯 他们根本没办法吃的 比如说什么紫玉米啦 红枣类 柚子皮 对不起 我这辈子还没吃过柚子皮呢 还有洋葱啊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还吃些什么东西 真的有老人吃柚子皮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确实他们也经过筛检以后 就发现了柚子 这些里面有这么做重要 那严格的说 它根本就是从食物里面来的 那你说它 如果能够变成这么厉害啊 那我们就大同大同的吃好吧 请对不起 你没办法天天吃啊 你也没办法餐餐吃吧 都不可能 是不是 你能每天每餐都吃吗 你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用用这种 你做得到的 就是每天两次的 每次两粒的这个这个胶囊 你可以做到 而且你已经做到了全世界所有的老 这个叫做长寿村 他们所吃的东西 那个一次性的就这么简单就让你吃到 然后就全身的所有的器官都出现年轻化 所有的地方都年轻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 我告诉大家 它就是你身体里面该要年轻的都要年轻 没有短板了 没有短板的健康是什么状态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说 哎我全身都很健康 我觉得我是健康宝宝 我只有肝比较不好而已 这叫健康吗 我我我心脏稍微差一点点而已 其他都很好都很好 这不叫健康了 因为你一个器官不健康 一个地方不好 你全身都不好 你都不健康 適合要引起其他的问题 那好 那我们三样三样产品 大家大家分析一下 我跟大家讲了 有LifePack这个产品 全方位的抗氧化剂产品 完整的抗氧化剂 目前我们公司是两款抗氧化剂 LifePack Nano LifePack 第二款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H-Lock R平方产品 是白天的跟晚上的能量跟排毒的产品 第三个产品就是H-Lock Use这个产品 这三个产品 你说我们怎么吃法 我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名词叫做飞轮效应 飞轮效应说 各个貌似不相关的业务 当运转起来 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 反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这叫飞轮效应 这是我从管理学上面学来的一个名词 最近学到 最近其实它很红 这个名词很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在管理学上面要做这样子的名词呢 他们发现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大机构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部门 每一个部门 他们彼此之间因为是一个大机构 所以彼此是有相互影响的 这个相互影响当一个部门它的效率不是很高的时候呢 它会带动使整体的效率都差 但是如果有一个相反的一个一个现象发生 就是所有的部门都很厉害的时候 都特别有效率的时候 它就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特别厉害 整体就加起来是1加1加1不是3 可能1加1加1等于9 是不对27 是3的3次方的这种效果 我们叫飞轮效应 这三样产品怎么飞轮起来 我们的产品最重要得到是这样子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延长寿命 而不是说延长区区的一个 让你卧在病床上面的老人 卧床的老人 到了这个健康年龄寿命 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 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保险公司 他们所做出来 人数保险公司说 大概男生 香港的男人 有11年 11年的时间 是卧病在床 或者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的 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这种人 我们叫做没有健康生命的人 他生命明明有81.1岁 但是有11年多 是没有生命品质 但是呢 女生也是一样 女生 香港的女性 虽然寿命很长 86.7 有12.6年 也就将近13年的时间 是卧病 大家知道当你卧病的时候 是影响 女老人卧病 影响全家人的生活笔质 影响全家人的快乐 影响全家人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正常的作息 而且要花费很多的钱 是不是只要你家里有病人 就是把很多的积蓄这么花完的地步 那昨天的Philip最后的分享 大家都觉得最touch大家的心里面的那一块 软肋的 你的柔软 你的soft spot 就是家里的长辈 特别羡慕 Philip的妈妈 Philip的妈妈 他被呵护得这么好 就Philip爱他宠他 就像宠自己的女儿一样的这样子的宠 我觉得Philip是一个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但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孝顺的责任在 那我们希望我们家里面的老人 一直一直一直长寿 一直一直一直有年轻的寿命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事业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你不要把你自己定位在你是一个 一个卖保健品的人 你是卖产品的人 这不叫事业 这叫买卖 你不是一个是一个鼓吹 下危机意识来用危机吓唬你 你不是这样子来销售我们的产品 你不是用这样子来分享 来建立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是要建立在一个地塌 你要为别人创造多大的价值 你就有多大的价值 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上 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礼物 比健康更受人欢迎 更被需要 大家从我刚刚讲的那个市场的规模 市场的整个市场的那个刚需 请大家在这个我们这个2021年 我们过了这可怕的2020年 大家已经醒悟到 健康是必须的 是刚需的 可是真有人告诉我 能够找回到我们 我们想要的一个最良好的健康状况吗 别的不说 我们的免疫力能够随时 就能够提升到最健康的状况吗 我这时候就很需要了 2021年我更需要 没有一个产品能像我们公司的产品 这么好 这么这么 即时H-Log系列 对你的所需要的效果是快很准的发生 H-Log不会只有停留在这里 H-Log会继续不断的延伸 继续不断的去给我们更多的项目出来 我说H-Log会随时提供给我们叫做梦想成真的 你的梦想还有多少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想要的健康的一个指标 我相信还有 只是我们现在很满足于已经有着产品上面 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不满足 就好像我们的老祖母说 全世界最不满足满足我们成功 我们产品够成功的人 就是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 They are never satisfied 然后They always always improve 这就是我们的创新 世界上没有比这个事业更伟大了 我很诚意的分享 今天我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 你的工具 顺便大家也要 有一个好伙伴跟我说 他说你要跟大家说一下 素食的人要吃什么 我们公司新推了几个素食者可以吃的产品 有没有人吃素啊 吃素的人我们有 Life Pack Element Life Pack Element 美国产品 很快的就会在我们亚洲也会有了 Life Pack Element 还有一个维他命D3很重要的产品 这两个产品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素食的人说 我不能吃HRU怎么办呢 我不 很多很多胶囊 是你们 你们是 这个动物的那个 古胶园做的 我不能吃怎么办呢 我们公司也考虑到了 大家都知道 独行公司会提供给我们大家最优质的选择 所以这几样产品 我要讲以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相见 因为我很想再多的时间 我为什么这么爱分享 就是跟Philip老师一样 一讲到这个事业 他是跟大家分享五种人 I wish I had 他有他的那个口才 我只能说我自己能力能做到的 但是呢 Much much more than I can say right now 我想要说的远远超过 因为这家公司给我的远超过我的所求 我想要报答这家公司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到 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刘老师精彩的分享 超级有大爱的刘老师 我觉得我们刘老师 今天分享的Edge Log科技 在刘老师身上体现的连语尽致对吗 大家认同吗 你看刘老师70岁了 我都不知道 一说吧 我都惊呆了 依然这么年轻漂亮 真的是 并且呢 刘老师分享了一个半小时 竟然一气喝成气正腔圆 真的是Edge Log科技带来的 我们大家都要把R平方 包括TR90还有U4吃起来 我们也要70岁一样 像刘老师这样漂亮 好 那我们再次用鲜花和掌声 感谢我们刘老师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感恩 好 也感谢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小屁老师 我们期待明天后天的 那个空中教室的课程 对 像刘老师说的 那我们播放一下明天 阿里纳嘎老师的海报 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好 大家看到这个海报了吗 当我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就是 阿里纳嘎老师的腿 是不是 真的是 阿里纳嘎老师是 深谈至尖 我记得阿里纳嘎老师 那故事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励志哈 我当初有一次为了听老师的分享 我跑到澳门啊 但是现在大家超级的辛苦 是不是 在家里一根网络片 读不出故就可以 可以听到我们 阿里纳嘎老师的励志分享 所以说明天呢 一定要带上你的朋友 带上你的伙伴 来听老师的分享 那最后呢 我们大家要开麦 开镜头 我们一起拍照 比上我们的舞 跟刘老师一起合影 好吗 好 大家打开你的镜头 比上我们的手势